大家好,我是楊家美美 我是一個雕塑家 亦都從事多媒體藝術創作 除此之外,亦都是藝術有家的創辦人 我從小到大都對藝術很有興趣 亦都希望可以通過藝術 將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更加加強 所以亦都很開心 以前在芝加哥大學讀士教藝術 尤其是主修雕塑那方面 亦都希望繼續通過不同的藝術活動 可以使大家了解藝術 過去90年,亦都很熱衷 創作了一些公共藝術雕塑 尤其是亦都很開心 可以用一些木工和金工等等 去做藝術品 其中一個比較難忘的藝術系列 其實就是將一些平面的文字等等 把它變成立體 其中一個我比較喜歡的藝術品 其實就是包裹一個叫做What If 和Hashtag等等的藝術品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將這些藝術品 趣味化 才大家更加可以和藝術一起聯繫 2015年回來香港之後 亦都積極推動香港和國際的藝術文化交流 尤其是特別高興 亦都成為香港唯一一位 連續兩年參加過法國五月藝術指的藝術家 亦都非常之開心可以和一些本土的藝術創作 包括德昌晶龍和香港最老的木店 一起去做一些藝術品 繼續傳承香港的藝術文化 回到香港之後 亦都很熱衷去不同的基層機構做義工 亦都同時發現其實很多香港的小朋友 就沒有學習藝術的機會 所以我就成立了藝術有家 我們這個社區藝術機構主要推廣三方面 第一就是推廣環保 第二社區共用 第三最重要就是藝術普及化 你好我是Vincent 我們是一間餐飲集團 我們是Mai這間藝術有家的企業合作方 我們最主要做的就是透過Mai 了解到原來很多食用後的廚餘 或者用完的產品 其實是可以再令到它做一個升級改造 upcycle它們 Mai很有創意 將部分我們這些食用後的背殼類 去設計了一些甲骨文的藝術品 除了展覽之外 亦都得到外國 例如一些領事的認同 好像日本領事館一樣 在去年2020年更在日本抽製的活動 展出Mai這些一系列的藝術品 在大館那裏展出 當中透過展覽也啟發到 藝術有家裏面一些參加活動的小朋友 成員 去再想到如何將這些背殼 去做其他兒童的 油畫藝術班去 游了不同的色彩 當中裡面 亦都吸引到本地的電視台去採訪 甚至乎去啟發小朋友去探討 如何保護海洋 以及研究關於香港仔漁民的文化 做了一個系列的電視節目 然後我們亦都有 其實除了背殼之外 用完的 例如酒的酒箱 亦都設計到用油的不同的木箱去展覽 亦都有不同的瓶 除了酒瓶之外 亦都有礦泉水瓶 我手上的礦泉水瓶 他更是可以捐給癌症基金設計一些班 給一些癌症病人去學習一下 如何去做一件藝術品 看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他們都會用一些環保的物料 這些積到一些特色的瓶的藝術品 再者就是我們今年會搜羅 在2021年更多不同的瓶型 希望他們都可以除了背殼之外 亦都可以用這些瓶做一個 夾君雲的藝術品 作為一個雕塑家 很希望通過藝術海加強人 和大自然的聯繫 尤其是特別欣賞美國的藝術家 Robert Smithson 他的Land Art 亦都非常非常感動 以及日本的藝術家 葉田千春 他的藝術品更加推動公共藝術雕塑 身為藝術有家的創辦人 亦都希望繼續積極和不同的機構 可以服務不同的社區 尤其是最重要 就是希望通過這些藝術活動 使大家可以更加珍惜環保和大自然 作為藝術